最近,《新一天屠龙记》播出又引起了 网友对于金庸作品的大讨论 金庸老爷子的作品百看不厌 更有很多演员因为演了金庸的作品一炮而红 只可惜金庸老爷子去年嫁贺西去了 而一些经典老演员何也走了 黄蓉是金庸笔下最有灵气的女主角之一 朱英、周迅和温美玲都演绎得很成功 但如今前两个依然美美地出现在大众视野 温美玲却早就离开了爱她的粉丝们 温美玲在1985过世 过世之前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导致男友汤震叶至今还心中有愧 汤震叶人称静汤虽然如今颜值下滑得厉害 但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那个年代的帅哥 她和刘德华梁朝伟等人被誉为无限五虎将 和温美玲也是拍摄《十三妹》的时候认识的 等到《射雕英雄传》开播走红之后 温美玲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星星 温美玲出生的时候母亲没有被附加人可 温美玲小小年纪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父亲过世之后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这样给后来温美玲的过世埋下了伏笔 随着和汤震叶的聚少离多 温美玲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直到最后自己了解了生命 而汤震叶多年来也没有忘记前女友 一旦有媒体拿过世多年的温美玲做文章 汤震叶就会出来说句公道话 只是私人已去 汤震叶也要给自己留后路 汤震叶一共有两段婚姻 还有一位红颜知己 有意思的是 无论是汤震叶的前妻江坤 还是小25岁的现任文竞 两人生下的都是双胞胎 所以汤震叶有七个孩子 近年来汤震叶还罕见的承认 和一位红颜知己有一个儿子 还非常的喜欢他 立志赚钱让儿子过上好日子 周文章是一名电台主持 虽然比汤震叶小25岁 但非常体谅老公 他知道汤震叶最在意和温美玲的事情 所以从来没有提过 再好奇也只是在网上悄悄查询下 夫妻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有了这样的妻子 汤震叶才能好好定下心来工作养家吧 如果当初两个人能解开心结 结局是否会改变呢